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9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58集 昨天下午有投资人很紧张的跟我说 他听某一位财经专家讲 晚上的美股可能会大跌 问我要怎么办 说原因是日本发生这一件 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 又是专家在讲的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专家 唯恐天下不乱 我昨天就在想 真有那么严重吗 昨天下午美股起止虽然是跌的 但是到晚上就拉上来了 昨天美股的表现 我觉得是可以的 投资市场的专家太多了 这里不是又在讲 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了吗 那要怎么去解释 最近美股是在往上涨的 他们会说 这只是反弹 过几天又会跌下来了 如果不看好美股 那要投资什么 又有人说 债券现在跌到很低了 可以进场去接 看看几只指标性的债券基金 这一只最近连续在跌 净指昨天创下历史新低 再看这一只套牢非常多人的新互收 净指已经跌到3.9了 又创下历史新低 再看这只很热销的南非币星星债 配息率很高 28%多 但是你看他的净指 又创下历史新低 还有这只大家非常熟悉的南非币星星债 配息率25% 但是他的净指 昨天还是创下历史新低 美股不管怎么跌 他还是有上来的时候 但是你看看债券 一直在创新低 你觉得他还有上来的可能吗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